市面上一些空氣清新機 聲稱可以殺滅空氣中的細菌 究竟行不行呢? 不少的空氣清新機都可以過濾煙霧、塵埃及花粉 但未必可以殺菌 就算配備活性碳濾網的淨化機 亦都可能只可以去除少數種類的氣體污染物 至於淨化的表現高低 只要看CADR即結淨空氣量 我有鼻敏感和烤喘空氣清新機幫不幫到我? 未必可以的 因為含致敏原的塵粒比較大 每次是傢俬和衣服的表面 不容易被過濾 還有要舒緩敏感和烤喘病徵 未必和室內致敏原的濃度有關 所以不應該單靠空氣清新機來控制病情 怎樣才可以抑制病菌或者致敏原? 應該被陽光照入屋,保持家居清潔 還要避免溫度和濕度太高 庚屋剛剛裝修完,甲醇濃度比較高 空氣清新機是否可以過濾到這些有害的氣體呢? 不少空氣清新機都可以過濾到甲醇 但淨化速度可以很懸殊 提提你,在熱和潮濕時開冷氣機或者抽濕機 降低室內的溫度和濕度都可以減低甲醇的釋放量 大家記住要確保室內空氣流通和保持環境清潔 守護健康,好好選擇 保持健康,保持健康,至今 幾個小時就要回到的小月 然後加速保持健康